好,那就是2014年化學卷一的最後一條第14條 第一件事就是問你這個在丁酸組成的金油三支結構是什麼 這個結構其實很多同學都未必了解得很清楚 這個結構大概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正分來就是看看你用什麼酸 這條裡面是用丁酸的,所以我們就用丁酸放上去 你看到我這裏突然固住了中間這個 因為你上面是H2,下面是H2,但中間這個只是H 你看到我第一次很不小心寫錯了 每一個都是會計分的,因為整個都是只有1分 寫錯一個就沒有分 之後他問你那個同分二構體系統名稱是什麼 這裏我就用了兩個解釋 告訴你,其實大家都是C4H8O2 另外一個就是甲肌餅酸 至於這個,他要用一個所有手性中心 記住,所有手性中心一定要四隻腳連去不同的物件 於是你看到這裏,這裏其實只有三隻腳 這裏三隻腳一模一樣,這裏三隻腳一模一樣 這裏都其實是三隻腳一模一樣 於是剩下這隻腳是可以的,所以就只標示這一點就可以了 至於這個化學測試裏面列出Q和Z Z很明顯這裏有一個同的功能器 但是Q其實是書來的 於是你用了一個絕招 24DNP,即是24大難草編,下載線 加上它的時候,Z就會有一個橙色的沉點物 但是Q是沒有變化的 那24DNP